不是所有的老師都有操作樂高的這樣的一個經驗 那我們怎麼去了解 怎麼去體悟孩子的學習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蹲下來 那怎麼蹲 就是跟著孩子一起操作 用孩子的眼睛去看他怎麼去學習 後三的孩子雖然沒有辦法向西部資訊那麼發達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邊的孩子 他比較可以探索一些屬於所謂低結構性的素材 在西木這一塊 他比較可以有所謂低結構 輸引孩子的需求 其實我們老師是剛從大班的班級畢業之後 下來接小班 我們一剛開始預期的是 小班的小朋友也許是對車子啊 對滾動的遊戲是會很有興趣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在學習區埋藏了一些線索 比如說有一些輪胎 有一些車子 然後有彈珠 可是沒想到三歲的小孩他剛來上學 其實面臨到分離焦慮 所以在引導小朋友做自主文化的時候 常常小朋友都會看起來心智缺缺 剛好那一年學校買了很多的樂高積木 那麼發現小朋友在操作樂高上面 是很有興趣的 在某一天突然發現小朋友 他開始拿出彈珠跟一些水管 結合了樂高玩出的珠珠溜滑梯 就開始我們這一次的課程 好痛喔 沒有 那個王玉堂他在調整一下 請就來看看喔 有沒有成功 有 好 王玉堂拍拍手 謝謝 當我們在發展學習區的時候 也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空間不夠 後來走進試涼 決定把整個廣場的空間還給孩子 就是我周遭的環境 因為唯有足夠的平台和空間 才要幫我成就孩子的夢想 尤其在積木建構期 我們為了滿足孩子的接修 幾乎把百分之八十的空間 提供給孩子 操作 建構 老師玩要幫助離團人去喔 妳讓王玉堂也試試看他的方法 老師有幾個褲子 好 師傅我要看 師傅 師傅 師傅我要讓你去 這樣可以耶 我們想要例行推動的一個就是 幼兒的學習去自主蒙發 老師會先育女預備一個 適合這個年齡層小孩子 發展的一個環境設備 然後孩子開始就摸索 然後玩出自己的興趣跟樂趣來 然後發現自己的問題 那在發現問題的過程當中 還是可能會尋求解決的途徑 那老師就可以在這個時候 就是適時的介入 然後跟孩子開始互相探討說 欸 你遇到這個問題 我們要怎麼處理呢 那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呢 就類似像可能回家請教爸爸媽媽 或者說有沒有中大班的哥哥姐姐 可以去尋求他們的解決方式 當孩子自主蒙發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會將社區跟學校 還有家庭的那個部分 三方把他拉進來 成為家庭社區跟學校是三合一的 學習系統 因此我們的貝克不是僅僅只在於 學校整個大環境的改變 這個都是孩子學習的範疇 其實在新生幼兒園 我們老師也是在透過輔導的過程裡面 讀了很多的專書 我們重新去認識孩子的樣貌 去看看他到底就是在這個階段 他應該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可是書上往往就是一些 像一般孩子的一些常活 那麼其實我們還是透過了 像我們會常常去跟家長做互動 會去了解他的孩子 他的能力在哪裡 然後他的個性是什麼 或者是他的特質是什麼 所以其實我們在觀察的過程裡面 除了我們除了會透過 我們平常看到的觀察紀錄啊 或者是影片這樣子影像的紀錄 然後甚至是我們可能會 結同老師之間的互動 每一個老師都有自己觀察 或者是想法上的習慣 然後我們再融合起來 然後以比較客觀 甚至是以比較符合他的方式 去做紀錄甚至是評量 我覺得這對那個觀察來說 會比較客觀 也比較符合孩子的個別性 書會卡蛋對不對 對 怎麼解決問題 調整 調整什麼東西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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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 這樣會不會贏 這樣會不會贏喔 好 試試看 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我們其實是從一個大班的老師 然後轉換了一個角色 帶了小班 那個過程裡面其實 老師心情裡面的那個慌張 背後其實我覺得那個是 有時候是因為老師很害怕 就是我這樣子做是不是不對 然後我這樣子做是不是怎麼了 然後可是其實 你當你回歸到跟孩子一起學習 就像他在搭機女一樣 就是他搭錯了 他就是重新來 搭錯了就是重新來 就是一事再事的那個精神 我覺得那個是老師應該跟孩子學的 我們本來是希望他們可以培養 這樣的精神 可是到了後面 反而是我們跟孩子在學 那個一事再事就是 我們不要怕錯 然後我們就是努力的往前 我覺得那個是 在我們這次的方案課程裡面 老師的那個角色 跟老師的責任 其實不只是老師自己 也是從孩子身上 我們是跟孩子一起學 講究竟 講究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